我們轉回一些經濟話題 看到聖誕節復的時間 中共總理李克強 他提出失業浪潮 要防範規模性的失業浪潮 你覺得他這番說話是代表什麼意思 他說完就不會停的 因為中共中央領導是怎樣的 一說完就要做事 做事就是體現他的權力 他要揹飛的 李克強他是總理 他是專講經濟的 最怕的就是 人們沒有他做到外面就暴動了 現在告訴我們失業率是5.1% 民間的失業率是計算出來的 不同的民間團體都告訴他 你站穩是20% 那好了 去到20%的話 如果用民間失業率 都沒有人出事 就是因為嚴控的 如果再現在下去的話 那些廠不斷搬走 譬如Samsung、iPhone那些搬走 那你不是就是遷離了之後 不會回來的 那你跟著其他的產業鏈 又會搬走 那他就怕一個叫做系統性的失業 而這個系統性失業 他想到一個方法 沒有方法 申報 你想解僱人嘛 提早一個月 提早一個月 去當地的民政署申報 申報就是申請 說我下個月 一千人要炒二百 那他就會告訴你 不行 不可以 就是審查你 不可以 那你說我虧到這樣 不要緊 繼續虧 你虧的那些我給你 補償 那這個怎麼補償呢 就是印二百個 譬如你要出一千元糧 那你說不行了 我要呢 現在賺得八百一十元 所以呢 我只可以出八百元糧 那我就是要減二百人 是不是 減二百人 那二百元呢 我給你 你繼續出一千元糧 為什麼 因為那些是人民幣 我國家有多少都 你沒有 我就是經常說大富翁 沒有呢 派了之後 去旁邊的那家屋 大富翁 就再借過來 因為只有你 自己什麼 那好了 派了之後 那我個人人繼續出糧 但是 這裡印了這麼多銀子 印了很多銀子 就會引起什麼 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 但是它不是直接引起的 它要做一個圈 那個圈是怎麼走的呢 就是你照有錢糧出 照有出糧 不過呢 你那些錢呢 出去買東西的時候 發覺 因為我那家公司出一千元糧 就是賺八百元回來 那就是說我生產的東西是什麼 是少啦 生產少 如果那家工廠都是要出一千元糧 但是生產八百元的東西 那就是物資就缺乏了 物資缺乏 我雖然有一千元糧出去了 那我就要出去撲 撲搶那些物資 一搶那些物資 那那個物資就是飆升 但是飆升的時候 那就是叫做通貨膨脹 那是這樣的循環 那就是說如果我的東西 本身已經很穩定 好像已經有物資在那裡 那些東西就不會貴的 那這個是正常的經濟運作 現在的運作就是 你不停地去印人民幣 印到現在呢 M2有195萬億 那不覺是因為呢 所有的錢呢 就給了除財口 吸了你 那所以呢 它不用的 你就印了 它不用的 另外呢 一些呢 就是去了那些土地那裡 就是買樓 那怎樣買樓啊 全中國呢 可能只有14億人口呢 有4億戶 你建了5億個單位 那5億個單位呢 那你就繼續要買了 那然後那些單位 不能夠放出來 就不會跌價了 那就是說 印了那些銀子呢 就是用了來買樓 但是你買樓呢 就不是用你的真錢 是向銀紅借 那銀紅呢 就拿了印出來的銀子 借給它 然後一個威美實就是 將那些錢呢 給了那些發展商 或者發展商有聯繫的那些 高級的那些權貴人士 那些權貴人士 在過去30年這個發展呢 已經將你的錢 變成了美金 走了出去 所以這個是 哇 講得很清楚 今次就是 為什麼這些錢 怎麼走資出去 所以其實 所以在人民幣來說 它沒有東方符準 就是因為都很熟悉 就是用一些樓宇都很熟悉 好了 但是現在再印你就不行了 因為沒有新的樓 難道你蓋六億個嗎 再蓋多一億個出來 那些人呢 那四億人 四億個家庭 用什麼要五億個單位呢 那些當作是Vacation House 你就算拿著它一個戶 有些人拿著兩個單位 你都租不到出去 我找不到這麼多戶口來租你 那只不過是因為 現在呢 你不是自由經濟體系 你不能去反映那個樓價出來 如果大家 那些錢呢 大家不准跌的話 那你就 老友 你買了10萬元一平方那些 供30年 OK 它不用你馬上供的 因為你每個月都是供3% 每年供3% 所以沒事的 但是那些豬肉就不同了 因為沒有豬肉入 那就少了 那你用人民幣 你是有人工加 不過去搶它的時候呢 你就要加價 加去搶它 那這個就引起我們的豬肉價格飆升 所以豬肉價格才可以反映到 中國的真實的通貨膨脹 因為你所有的 中國最怕的一件事就是 很多資源 那些生產的資源 是要入口的 就是能源 食物 那些農產品 跟著呢 就算你的金屬 你都要入口 那只不過是 抑非洲 不是 抑歐洲 抑澳洲 抑巴西 阿根廷 美國 現在美國說你要抑我 那就抑少些阿根廷 抑少些巴西 但是最大前提是什麼 你有沒有美金 你有美金 就跟全世界人買都行 但是它現在就是連美金不夠 就是庫房不夠 所以它才會頭痛 如果庫房夠 就是錢沒有被捲走了這麼多 如果庫房夠 它會繼續跟你 全世界的人買 你資源夠 我為什麼會有通貨膨脹呢 如果你沒有通貨膨脹 另外同一時間 你也可以跟別人做到生意的時候 那你就不會倒閉 不會解僱人 不會失業 是啊 那你上次都說了 上次用500間的 叫做大陸的房企 就會破產 其實是第一個信號 第二個信號之後 就會引爆成怎樣的發展呢 破了產 你那些房企 即是說房屋已經飽和了 它才賣不出 賣不出它才收不到錢 收不到錢 就破產了 資金亂斷 是不是 那好了 房企賣不出 就是說不可以再在房企裡 搞好經濟了 那政府又去想辦法 那想什麼辦法呢 就是難道建公路啊 難道建大業無當的大象 難道在北京建第三個機場 如果你這些東西 你當然可以解決了 暫時的失業率 但是起了出來沒有人用的 那你就將這個問題又去延後 但是這些問題已經延後了十年了 就是過去十年 每次有問題 你就做這些投資 然後又延後 延後延後 那看誰不幸運 那會不會習近平這麼不幸運呢 要頂到頂不順引爆它 那現在外面的力量 就由美國為首預備打造 整個世界的文明國家來圍堵你了 那你覺得什麼時候 中國經濟頂不順呢 那它三位門 它不跟我們大躍進的時候 大躍進的時候 沒有工業的 就是沒有解放那個貨幣的 那當時呢 真是窮到死三四千萬人 因為沒得吃 餓死 今天就不會的 今天因為你的工路 左右東西南北 它可以很快去結構 那所以呢 只要你那個經濟 這十四億人自己找來自己吃 賺不到外國人的錢 但是自己找來自己吃 它是頂得住的 那最主要的一件事 小小的賺到外國的錢 你不要被人偷了去 那你從小小的捱 就是你一直可以捱 就是你賺少美國一千億 一年 那都有二千億賺近的 那這二千億呢 你就真是放在國庫那裡 真是用在國家的福祉那裡 不要被那些人捲走 那你想過以前浪漫的生活就沒有了 以前微爛的生活就沒有了 但是如果你真是去自己 東西南北互通 哪一處自己呢 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只不過我買不到漂亮的菜 但是我都可以有些菜 現在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香港會不會都受到拖累 你知道如果那些國父不夠錢 會不會來香港這裡 香港比對來說 它國內有七八個城市 香港是其中的一個 他們頭七十個城市 我們經常說香港只有一個城市 它的拖累就要全中國抽資 那如果中國在香港抽資 就是透過什麼 透過一些國企 透過一些省企 透過一些縣企 透過一些縣企 鄉企 每個人都有一個窗口公司 每個人都買了樓 用窗口公司的名義 用來給國內的人 來這個工作的時候住 如果真的沒有錢 要救國的時候 它要指揮到這些國企 就是由省、市、鄉 這些主導的單位 它控制香港那些物業要鬆綁 香港最大的影響就是 當這些鬆綁 好像我們97、98年那樣 國企要套現 令到樓價在當時那幾年 就不但沒有內地的資金來支持 還要買貨 買貨 所以那時候那個跌幅 就用中原城市指數計 就跌了百分之六十三 就是一百元的東西 變成三十七元 所以如果是大陸的資金 在這裡套現的時候 就是香港最出現問題 如果是套現 它不是權貴的套現 而是國家的那些單位 那你問我套現多少呢 它們可以擁有的單位 它有四千個這樣的機構 這個四千個機構 大大小小的 你說它那些員工 它那些在這裡住的宿舍 例如帶到那些中移動 中聯通 或者中石油那些 那它當然是幾十個單位 如果小到一個鄉 一個鎮 它都可能擁有幾個單位 那你加起來 它要套現五萬個的時候 那你說香港是不是受不了呢 那你不見得不見 那你也不見得不見 那你也不見得不見 那你這樣說